各位觀眾啊我是瑞萱 明天就是雙十街了 那這次的雙十煙火 會是在台中港區施放 而且呢在10號和11號晚上 都可以看到美麗的煙火 不過要特別提醒大家了 雖然明天降雨機率只有10% 但是呢受到東北風再加上台風的影響 在台中港區呢 那這邊的風速將可能會達到六級風 而且呢風大再加上中南部地區 日月溫差本來就大了 所以明天晚上在台中地區的溫度 只剩下21度 提醒大家要去看煙火 也要記得多加保暖 那我們接著呢 再來關心到地面天氣圖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颱風呢是持續往日本的方向移動 雖然它不會直撲台灣而來 不過它的外圍水氣 明天呢會跟著東北風吹往北台灣地區 所以明天呢在桃園 宜北 宜蘭 花蓮地區 都要注意會有一些短暫陣雨的情形 而且呢這個下雨的時間都是比較密集的 可以說是一整天都是濕大大的天氣狀況 那麼在中南部地區的話 明天白天都還是有機會可以見得到陽光 只不過呢中午過後在山區 依然要注意會有短暫雨的情形 而所以颱風呢 逐漸往東部海面北上 台灣各地沿海風浪也會是比較強的 尤其呢雙十連假如果朋友想要到海邊去走一走的話 也要特別留意天氣變化了 而我們接著來關心到溫度的部分 明天呢因為東北風增強了 所以明天北台灣地區的溫度只剩下28度而已 低溫的話也只有22度 而中南部地區雖然白天還是有機會來到30度以上 但是呢中南部地區日游溫差大 低溫大概都只有在20到22度左右 真的是蠻有涼意的 而在東半部地區的話 低溫是21度 高溫來到31度 提醒大家了現在各地呢 早午溫差變化都比較大 有時候呢這個早晚的溫度都可能相差個10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早晚出門海燒適時的增添一物 關心完天氣之後就帶你來關心詳細的溫度預測 北部地區溫度是22到28度 降雨機率是20%到80% 中部地區溫度是20到31度 降雨機率是0% 南部地區溫度是22到31度 降雨機率是10% 東部地區溫度是21到31度 降雨機率是10%到80% 而外島地區溫度是22到30度 降雨機率是0到20% 那最後就要給大家幾個小叮嚀了 明天呢水氣多溫度也比較涼 在北部宜蘭及花蓮地區都要注意會有些短暫雨的情形 而且提醒大家了 如果明天晚上要到台中去看煙火的話呢 也一定要記得多加保暖 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氣預報